旅美的名牙医陈俊龙 他曾经教过程序医职牙 不过他日前考台湾的牙医证照 却是差了一题没有考取 他说他要针对有问题的考题 打行政诉讼 立刻交给我们的记者肖湘怡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其实这位是旅美牙医陈俊龙 他已经在美国职业了20年 结果他今年回台湾要考牙医执照 但是竟然没有考上执照 以一题之差就是没有拿到台湾的执照 他今天特别出面说明说 他认为整个考题里面有14题都有争议 因此他要特别来提出行政诉讼 来看一下稍早之前的访问 考这个诗只是说 我没有说要台湾执照给我 我是说我也是正常来考这个诗 让大家公平的考这个诗 但是题目有不公平 我的问题是说题目上有争议 今天假如说我就是 明明就是没有考过那没关系 但是题目上真的有争议 不是说我硬凹什么题目出来 没有就是答案就是答案啦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他考的题 有时候答案是十几年前的答案 现在已经克服掉 课本已经 很多芝芽的课本都已经改变了 好我们刚刚特别听到 陈俊龙说法 他认为这个题目有争议 他不排除要提出行政诉讼 其实呢这个陈俊龙 他之所以会名声大噪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之前前总统陈水扁女儿 陈信瑜有特别到美国向他拜师取经哦 而学习的对象当时就是这位旅美的名义陈俊龙 而因此呢陈俊龙在牙裔界就剖腹盛名 不过呢他这一次没有考上台湾执照 他说他非常可惜也很不平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这20多年来 其实已经陆陆续续考了三次 这一次他说他很认真的考试 却以议题之差 那个没有得到这个台湾执照 他说他一定要会提行政诉讼 来看到现场最新画面 先把镜头还给彭内主播